说台湾,睡台湾,台湾的故书是说不出说不出 大家好,我是童海公共的安导 因为我们最近大家都在家 没想到出去玩了 所以同样,这次就由台湾的丹丸 来跟大家分享台湾的一些恶妙 这一次呢,特别邀请了我的好朋友 算是我所有的朋友当中年纪最小的一位 但是也是成就很厉害的 这一位呢,今天要来跟我们分享他的学台语的历程 超级红人榜的 以及台湾这么旺的小小歌王,柳红林 哈啰 大家好,我是小小的Nicky,柳红林 好,除了他之外呢 还有一位呢,特别来宾也要陪我们 就是我们红林的妈妈,安妮妈妈 哈啰 哈啰,大家好,我是安妮妈妈 好的,今天这一对的母子党 要来陪我们一起来学台语啦 那今天为什么要邀请他们呢 因为呢,像红林呢,他才刚刚国小毕业嘛 那因为像他们呢,是真的有接触到现在的这个当代母语教学的 那他所学的呢,跟我以前那个年代所学的就不一样了 应该这样讲啦,像我那个年代呢,就属于母语教学 刚开始在试办的时候 所以很多教材呢,都乱七八糟的 甚至呢,有些老师呢,也不知道该怎么教 但他们现在已经很成熟了 所以呢,我们就请呢,宏林来跟我们分享呢 他这个学母语的这个历程 那首先呢,我们这一次呢,要请呢 宏林来跟我们先分享的呢,就是呢 他这一次,有去参加这个 110年的桃园市语文竞赛 闽南语朗读 国小组,他们有一个朗读的比赛 对,那说实在的 这个阿姨妈妈把他的这个文稿呢 给我看的时候,我真的都看不到 因为他们现在写的是台文 标准台语,台语的这个台文 在写的这个稿 那跟我们以前,就是用正常的中文 然后呢,写的那种稿呢,不太一样 所以呢,我们这边呢 呃,大家如果看到这个字幕上的话呢 现在有一段,我们呢 请这个宏林来帮我们念一下 这一段,他的这个呢,比赛的稿 好不好,来宏林请 我来宏林、我的黄豆花 没有到家居五十千 越薄越香 香味先对一口 趁去起来 然后,正在起头脚来 让我,微信区都尽快去起来 中華人歐羅江會搭起的 就是內褲 跟隔隔隔隔隔 可以說是 好吃到 脆氣度的 脆泪唱歌 哇 這段稿 大家有沒有覺得 恍然大悟了 就你剛看到我們旁邊的字幕啊 這些字 你會覺得好像 八竿子打不著 就不相干的一個文字 可是聽了洪林這樣講之後 好像稍微略略的懂了一點點 那這一段呢 是他們這個110年度的語文競賽 閩南語朗讀當中的指定稿 那他們今年度呢 有三篇的這個文章 指定三篇文章 但這是其中的一篇這樣子 叫做黑豆干 黑豆干這樣子 那這比賽他有沒有什麼要求 就是說你在朗讀的時候 有什麼樣的特殊的規定嗎 那個字要講清楚 要講清楚 那些語調 要講清楚那種感情 我剛發現裡面有一些字啊 跟我們一般呢 在這個現在大家的認知啊 就是有可能是那個7年級生以前的 我們在讀的時候 跟他們現在 可能8年級9年級在學的 就有很大的落差 對像我有幾個 這個我就要來問一下了 洪林你可以教我一下嗎 第一段有一句叫做 是這樣唸嗎 對 這句話是什麼意思 這個詞 翻譯成國語的話 可能意思就是很符合胃口 哦 合胃口 如果像我們過去以前的話 我可能會講哈比 好像其實是因為他 就是直接把台語和國語的意思 直接從國語翻過來 好 就是比較不會去講究 哦 是這樣哦 所以你們在老師在教的時候 告訴你們說 這個應該這樣唸就對了 嗯 嗯哼 那還有一個 呃 第二段 呃 後面 呃 嘴 然後呢 後面還有一個 呃 叫做 雜金哦 這個字 我看了半天 十 那個中文叫做 十千 然後呢 他的台語叫 雜金 這是什麼意思 雜金的意思 很像是 內容 飽滿 就是他吃起來的味道很飽滿 飽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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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紮實這樣子 哦 所以叫雜金 那如果在 如果在我這個年紀來講的話 我可能會講說 啊 這個東西吃起來很雜白的 欸 還是說 很飽硬的 飽滿 後面還有一個 我覺得很好玩的是 呃 有一整段 我說 呃 最讓人 鵝鶴鯊會拆起的 鵝鶴鯊會拆起的 翻成國語 他可能就是一個僅僅 就是 你 讚歹他 讚歹他 到 舌頭都打結 那種 那種感覺 哦 讚歹他到舌頭都打結 嘿 哦 那如果是以前的話 我聽過老一輩講說 就是舌頭會彈舌 或者是那種就是 你有看過那種人家老一輩在那邊 哎呀 怎麼這麼好 類似這種概念有沒有 就是孜孜有聲 對 這種感覺 對對對 老師那種是在跟他人剛才的時候 搭一隻音啊 他會往上彈舌一下 老師說會彈舌音啊 所以真的是好吃到會彈舌就對了 啊 也要念到舌 這樣有 有那種感覺 哦 那個舌還要彈一下這樣 對 哦 真正是學到會舌舌 對 就是這樣說 哦 那再來 呃 後面還有一個 我覺得這兩個字 我真的看不見 呃 嘴齒 這是什麼 嘴齒 哦 嘴齒 哦 那個字念嘴啦 嘴 嘴齒 嘴齒 那就是牙齒的意思嗎 對 哦 所以這是你們現在的課本上的標準的這個台文 那你今年比賽這樣大概是第幾名 我是去年比賽 然後全桃園是第二名 那這樣的話我想請教一下阿妮媽媽 那你覺得我們那個年代在讀的課本跟你現在看到哪種課本要教他 會不會有很大的挫折感 都看不 以前就是看字幕看歌詞 嗯 就在那邊唱嘛 直接在那邊唱嘛 哦 那有那有想說啊 現在看他們的課本裡面 就像你剛才看到那個 嘴齒 嗯 啊 嘴 啊 不過頭前那個嘴 不知道是說的是嘴巴的嘴 還是說 鳥碎的碎 對啊 因為如果這個字的話 你知道就是 嘴齒這個 它的台文 我們看到正常國語就講說 哦 就是會詞 不過它也是連嘴 嘴 啊 也是有詞的音啊 嗯 啊 這樣 你自小的 鳳林的台語是怎麼學的 自小的鳳林的台語是對阿公阿嬤和爸爸他們那樣學的 因為爸爸是教他當少人 哦 所以在閩南雲是很道地的 嗯 鳳林都怎麼跟阿公阿嬤溝通 因為 啊 我自小的 阿爸和阿母 他們很抱怨啦 啊 所以 我是 阿公阿嬤 最大的 阿公阿嬤他們不會說國語啊 啊 所以 我要跟阿公阿嬤講話的時候 只能說台語而已 啊 因為我台語 合作的時候 我都請阿公教我 哦 那你覺得啦 你自己齁 因為跟阿公阿嬤這樣的接觸 然後跟學習 那 再加上現在學校 開始有這樣的母語課 教學的時候 你在學校跟同學或老師的溝通當中 有優勢嗎 其實沒有很大的優勢 現在比較少人說台語啊 你在學校講台語 幾乎也沒有人聽得懂 所以平常出去也就是在學校不會講 那在外面會講嗎 這外面 因為在外面表演幾乎都不學國語 可是幾乎都是唱台語的 然後幾乎也都是阿公阿嬤來聽 啊所以 就是 講國語他們也都聽不懂 啊所以 下台 遇到那種年紀比較大的粉絲 你就可以跟他們講台語 那你來跟大家示範一下 如果今天你在一個 假設廟會好了 今天吃平安餐 對 你有沒有邀請到我們的劉鳳林 來到台店跟大家拍一下情侶 來你怎麼介紹自己 各位阿伯阿伯 大家好 我是小小阿嬤去劉鳳林 今天很高興他來參加這個廟會 希望大家對我的表演可以 好 雖然有稍微頓地 但是說得又補補標準 阿你媽媽你覺得啊 學校教的台語 跟你們原生家庭教的台語 哪一個對小朋友幫助比較大 原生家庭教的台語的話 是比較生活化 嗯哼 親手年來的 學校教的母語 就會變成說 老師會比較強調單字跟拼音 嗯哼 像我們說台語 你有寫過台語的單字跟羅馬拼音嗎 沒有哼 平常是不會這樣寫啊 那如果是做工庫 叫我們寫 還沒要緊 那如果是要高齊的時候 你就會有什麼 對 只有剛才那個學校 我就不知道要怎麼說 就像砰漆 我們知道砰漆是 松鼠 對 砰漆它的羅馬拼音就會變成 噢噢噢 講什麼就噢噢噢 好複雜噢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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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噢� 邏輯跟規範 所以比較難學就對了 他的一些字啊 上面有羅馬拼音 中間是中文 下面是注音 看起來也不知道 會有認知上面的誤差 而且還有生母育母 鼻育母 生化育母 還有陸生韻文 我會拼但是我念不出來 所以等於你也在跟他的這個 課程當中 再從頭學過 他們這一代的台語怎麼學就對了 這樣子啊我問一下 宏林你覺得現在這樣子的課程 你學的還可以接受嗎 我其實不太能接受 怎麼說 就是因為老師 考一些 比較特別的詞啊 就是我可以 我可以講得出來 因為很少人會舉手跟老師講出這些 比較特別詞的答案 嗯哼 例如說可能 場景錄法 台語就是 海豚 台語就是海豬 但是這些講得出來 但是手寫那些 羅馬拼音啊 還有寫出他的字型啊 那個我就沒辦法 哦 所以就在這個地方很受挫就對了 嗯對 好沒關係 我們也期待你之後 在國中能夠好好表現啦 這樣子 好那今天呢 我們大概聽了一下 這個阿妮媽媽跟宏林 來跟我們分享的 現在學校的這個 台語教育的這個課程 大概呢 了解了他們現在的這樣一個程度 這些呢也提供給大家可以去參考 那沒有說誰對誰錯 當然呢 台灣的這個 各地的方言 跟台語的腔調有千百種這樣子 那只要能夠聽得懂的 我覺得都是好的啦 當然在學校它有必須的必要性 是因為它要有一個考試的標準 但是呢 我們覺得這些東西呢 至少它是個基礎啦 那也希望呢 這支影片呢 對於大家呢 學習台語呢 有一定的幫助 那今天也非常感謝我們的 洪林跟阿妮媽媽 來跟大家分享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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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那如果有任何問題呢 歡迎大家可以在底下留言 來告訴我 跟我們交流 那我是安導 我們下次見 拜拜